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们给我们开放了他的那个仓库 这是他们的仓库 这一块有一套茶具 茶具 看一下 这是一个古董的梳妆台 130 这个是150 手磨的咖啡的那个机器 这个小盒子好可爱 木头的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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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用这个烫的衣服 38 这里是受药式的咖啡碟 没有刚刚那个可爱 这边是个挺刺激的 我旧的椅子 那么多了 就会拿到这个锅子 这个锅子 这是应该是中sauce的那些酱汁 套茶杯 这个才5块钱 这个应该是近期的吧 它是Bavaria的 是一个德国的磁器生产商 习惯那怎么会是5块钱 这应该是餐边柜 这个是梳妆牌 这个好Q啊 这个还3块钱 这应该是骨酱吧 这是个灯 这是个灯 太可爱了吧 看 有人说这个钢炮特别有意思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还280 看上了这个主架子 但是没写多少钱 我想换的阳台放花 这个 这个好可爱 还是磁的呢 刚不晓得要干嘛 好老的灯 可惜了 我们家装饰不是这种 复古风 这一套我觉得挺好看 这一套 这一套 多少钱 85 也还挺好看的 金属质感 在山上经常会看到这种 小木质的椅子 全木质 小木 这个小椅子全是木质的 好好看 可以摆在那种放花啊 还可以 你看是什么鞋子 有年代的 年代 多少钱 两个120 还挺好的 刻的还是挺细致的 这个 哇 还是有点重量的 这个就是 15 这个小茶几我喜欢 就下面这个 木质的 就放在那种 边边角角的那种墙边上 我觉得很好看 这个 觉得好可爱 把点糖 这个两块钱 这也太Q了吧 这是不是可以这么多肉啊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 好 素雅 对 真的 老五间的挂花 那个木头的那个捣蒜银的 可以捣一些坚果什么的吧 但是是纯木质的 一样难洗就是 对 特意放我的 多肉 什么总是喜欢看这种 小柜子 边边角角的床头棍啊什么的 哇 这个看起来不错 手绘 手绘 意大利的 质感也很好 就很重的那种 这像不像战争年代的那些 拿着金属的那种 大碗喝酒 大碗吃肉的那种 杯子 这个小汤盆 这还有个放勺子的地方 这个可以 放花 擦花 最近对这种小矮茶剂中毒 可能 是可以摆在墙角 放点花盆 什么之类的吧 或者杂质啊 什么都能放啊 真的好好看哦 哎 我家不是复古的 好多瓷器 挺好看的 哇 看这个 好看 这个 应该也是那个瓷器咖啡杯 应该是什么芭芭比亚 65 好Q 45 茶杯 一套45 还挺便宜的呀 南部的 手绘 还可以不贵 这很中国 好Q啊不过 才这么一点点 上面是镀烫金的吧 应该是烫盆或者什么盆 75 好多小的这种小柜子 可以当那种床头柜 或者摆在墙角 放点花 还有这个 小台面 这个楼空 平凉 56 平凡 可能 还可以 的 哇 这一套 我觉得好多电视剧里面都有这种 这种小盒子 嗯 这一套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盒子 其实 这个应该是一个灯 竹台或者 好多这种做旧的小盒子 都不是很贵 哇 这个好像百宝箱 过去的那种什么玉玺 虎幅都藏着藏在这种盒子里 四块钱 可是我不喜欢买小人在家 哇 这个HOME SWEET HOME 这套瓷器是1946年的Richard 其实我也不太懂 这应该是个汤盆吧 滑不错 这个 45 女生是不是就喜欢看这些小玩意儿 这个是圣玛丽帽的 这个是圣玛丽帽的 这里 德国 刺切 这也太Q了吧 是一个小架子 哇这个盘子也好好看 这是哪里的 法国的 这个就那种磨砂质感 哇这些小东西真的是好可爱 这还有那种老式的相机 这应该是老式那种香水瓶还是酒瓶啊 看不懂应该是香水瓶吧 这酒瓶一干就没了 这个 次数 好漂亮 也是法国的 如果我家是复古的就好了 这个 这个好可爱 放蠟燭 好可愛啊 燭光晚餐一下 這個是哪裡的 嗯 法國的 抽煙必備的那個 煙灰缸 這個 它上面還是揉面的 但是這塊是磁的 這個是一個托盤 然後它裡邊呢是放了這種 蕾絲的這種東西 放在那裡 這個燈我覺得挺好看的 一套 這個燈也好看 肯定還能用 我看到了一個獲獎產品 刺器 這個椅子 還是皮草的 皮毛一體 果然 價格也很美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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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